大家好,我是刘亦 为什么饭店做的凉拌豆皮那么好吃 自己在家总是感觉做不好 其实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详细的做法 像这样做出来,爽口解腻,开胃又下饭 很适合天热吃饭没胃口的朋友 首先来准备一张豆腐皮 这个在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 最好是挑选这种偏厚一点的 做出来吃着口感更好一些 接着来准备配料 胡萝卜有半根就够了 把外皮削掉不要 放入胡萝卜,主要是丰富口感 有均衡营养 半根的黄瓜 这个吃起来特别的爽脆 而且味道还清香 香菜一颗 把根部和不好的叶子去掉不要 这个主要是增加香味 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 会放上一些西芹或者是香芹 接着把胡萝卜和黄瓜 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香菜也放入水中清洗 特别是香菜的根部最容易残留一些泥沙 一两多清洗两遍 两步清洗干净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着来切豆皮 这个菜自己在家做不仅好吃 而且经济还实惠 这么一张豆皮成本不到三块钱 饭店吃上这么一盘至少要28块 切成像这样稍微窄一点的条 然后再切成细丝 像这样就可以 一定要稍微偏细一点 这样拌制的时候 才能够很好的吸附料汁的味道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胡萝卜 先斜刀切成片 然后切成细丝 切好和豆皮放在一起 再把黄瓜先斜刀切成片 这个不用切得太薄 稍微偏厚一点 因为黄瓜水分特别足 切得太细 拌制的时候很容易出水 而且吃起来口感还不好 然后再切成细丝 切好后放入另一个小盆中 再把香菜改刀切成段 切好和黄瓜丝放在一起 大葱从中间片开 然后斜刀切成丝 这个主要是增加香味 没有大葱的 用小葱或者是洋葱都可以 再来准备大蒜几颗 把根部切掉不要 开破后再剁碎 这个稍微剁细一点 做凉拌菜 更好出香味 而且还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倒下后装入另一个小盆中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上一些辣椒面和白芝麻 增加香辣味 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样浇入热油的时候不易糊 更容易出香味和辣味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进行下一步操作 洗锅烧水 包入少许的食盐 或者是食用减粉 这样汆烫出的豆皮 吃起来口感更好一些 有些朋友在家切出的豆皮 直接揪拌 其实是不对的 那样吃起来口感发硬 而且还很不好入味 所以一定要通过焯水 吃起来口感更爽滑一些 开锅后保持中火煮40秒钟左右 然后捞出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200开中 用勺子搅散浸泡上 接着把锅底的水分烧干后 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有条件的最好是用菜籽油 吃起来味道更香 油温烧至六成热 浇入辣椒和蒜末中激发出香味 最好是分两到三次 慢慢的浇入热油 这时候一定要倒入15克左右的生抽酱油 再次浇入热油 这样可以去除酱油的生味 吃起来味道更香香 豆腐丝凉透后捞出 放入漏勺中 把水分先控干 接着来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半勺的鸡精 不喜欢吃了可以不放 少许的白糖中火味道提鲜味 层醋可以稍微多一点 再用筷子慢慢的搅拌均匀 豆皮丝控干水分后 倒入盆中 加入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慢慢的翻拌均匀 这个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 豆腐丝更容易入味 拌匀 拌匀料之后 再倒入黄瓜丝 放拌几下 这样黄瓜丝就不容易出水 吃起来口感好 最后再倒入葱丝和香菜 再次翻拌几下 只要拌匀就可以了 时间不需要太长 这样拌出来既好吃 而且又好看 哇 这味道真是太香了 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尤其是天热 吃饭没胃口 和喜欢喝点小酒的朋友 坐上这么一盘 吃起来越嚼越香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 鲜嫩爽滑 香辣开胃的凉拌豆腐丝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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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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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